斗罗大陆动画第119集雪柯公主的登场 为漫迷们带来了一位新女神 因白色的短发与服饰相辅相成 白皙的皮肤带着腮红 清澈的大眼睛全都透露着清纯的气息 与姑姑唐月华一样走的都是气质路 雪柯公主与唐三也算是交息相处了一年 对唐三的进步雪柯是看在眼里的 虽然身为公主但是并没有瞧不起平民 反而为唐三出头 一年的时光学会了三年的课程 唐三的优秀是令人潮迷的 他们从眼神的交流以及雪柯对唐三的评价 还有自己代表毕业生演奏的名额也被他顶替了 雪柯不在乎的态度还邀请自己的哥哥来观看 种种迹象都能看出雪柯公主已经方心暗许 或许他还没有察觉 但是内心已经被唐三的影子填满了 在德罗大陆中唐三的桃花蕴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 菁英赛时有火舞 杀戮之都又有狐烈娜 这种速度这种质量堪称无敌 如果给马红俊随便来一个 他恐怕都要睡觉笑醒了 对于唐三而言这都不算什么 后面还有不少的女神被攻陷 千日雪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桃花蕴恐怕会从头一直望成神